在我们电话里有政府抗疫督道委员会的专家顾问 亦都是中大呼吸系统科 讲座教授 许树昌在这里 早晨教授 早晨你好 怎样看健康码这个建议呢 这个建议就不是很适用的 因为第一现在每天都有双位数字 昨天都六十几确诊个案 也有很大比例是内力不明 这个时候根本上你都不会考虑是酒楼夜晚做回旁识的 第二就是这些健康码通常就是你疫情稳定 你打算开关 健康码就作为一个临时措施 就证明你暂时没事给你过关 就这样用的 就不是说要来因为疫情现在还在爆 要用健康码可以是酒楼消费 这样也不对概念 很明显不过提出的时候 似乎是想挽救经济的建议 我知道但是当你每天还是有两双位数字 例如你连续几天都六十几 也都有差不多一半是内力不明 根本上这个时候你都不会用这些模式 就企图去挽救经济 大家记得6月19日都是因为突然间 没有了上下人数 哦是 父亲节刚刚那时候 搞到太爆发 刚刚又有些海员 机组人员将被派出到香港 加加上就搞到今次第三波这么大件事 所以我相信政府都会很小心处理 就算是疫情受控 他们都会很小心控制那些人数 健康码这里有没有问过你们 专家小组的意见 没有没有 这个健康码不关我们的事 也都是因为 我想最近某些人士是提议的 我们都没有开会谈这些杂事 但是你都看到内地的健康码 那个有效期都一直是这么缩短的 随着你的疫情 以前稳定那些中港司机 十四天做一次 后来就缩到七天 最近就三天 最近就更加短 二十四小时 对了你都留意到 最近有个港司机在香港 验了说没有事 后来回到内地就阳性 所以接着来地马上就采取措施 再将它的有效期再缩短 这个病是很潜伏期的 所以你验了一次 你今天阴性而已 不等于明天后 下个礼拜你没事的 是 还有我验了可能没有事 我出街可能其他人有事 我也是有事的 没错 仍然都会受感染的 所以日后如果我们真的 香港都要有健康码的话 似乎是一个出入境 和周边地区的一个安排 而不是一个内部的使用 没错没错 当你的疫情受控 大家考虑是互相通关 那健康码就是一个 临时的措施 就是做一个短暂 证明你过关的时候 是没事的 所以就不是说要来决定 你可不可以入场消费 假设我们的数字回稳 回到一两宗每一天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用健康码去决定 你可不可以去吃饭 入商场 这样又行不行呢 其实如果疫情受控的时候 政府自然就会开回 晚上 直接放宽 那就不会说用健康码的了 反而是要控制人数 比如举个例 如果我开回的时候 我可能就在台下 你两位先 观察了一段时间 都没有爆发的 可能会变四位 一路漸进慢慢 但是一定就不会 好像6月19日那次 是搞到无上限 总之你的意见就是 无论任何形式也好 健康码不可以作为一个 进去吃饭 和商场买东西的一个 原因 一个通道来的 指标 没错 那个概念是错了 其实内地现在那个市 因为他们不单只是出入关 他们自己在一些城市里面 都有用这个健康码的 而你想知道他们的用途是怎样的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内地其实很多城市都是疫情不修行的 可能你说的是 他们要穿州过省的时候 大家有个保障 都是因为过惯的 过去其他省 大家有个抗议 是 真的很清晰 因为如果建制派现在建议那些 就是说你总之拿着一个 你是阴性结果的健康码 在这部手提电话里 你就可以入商场 公共地方 食肆 有效期14天 这个概念基本上就完全是不正确 我个人认为不是很正确 是 教授刚才听你说 就是说 晚市的堂食 短期内都未能够放宽的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疫情可能那个数字要跌到多少 我们才开始考虑开回堂食 第二就是说 OK啦 现在未成功了 但是有很多饮食界 其实都已经 真是全亡之臭 他们说到 没有了夜晚堂食 很大影响的 有少少声音都提出 就是说 OK 晚市不可以堂食 但是那个中数 都可不可以退一退 给他们做少少生意呢 譬如现在6点后不行的 可不可以7点后不行 或者8点后才不行 那这里有没有得走赚呢 这个要等政府开会才有决定 那你那个建议呢 我觉得退时间就好一点 因为如果你开堂食 就无限它的时间 始终你知道晚餐时间长很多 是是是 那又除了口罩一路吃会一路聊天 那结果都是会有点风险的 那反而刚才你建议 譬如说6点退到7点 7点半或者8点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可行一点 可以商量这一点 有些人还是回夜班 他都是有个需要 一样就出去吃 一样就买外卖的 嗯 再配合有些食肆都说 就算是如果真是放宽一点 我们限制食育 可能一个小时内要吃完走 或者一个半小时内要吃完要走 那这里也有没有帮助呢 当然有个时间限制是会好一点的 但是因为暂时仍然都是六十多 这几个确诊个案 都没想到这一步 近一半是不明耐力 我相信政府又不敢这么快放松 还有说真的事实 譬如你现在去食肆那里 当然我明白食肆很难做 但是你见到很多 其实它不是真的打工需要的 大家坐在那里 很享受两个茶 聊天聊两个小时 有时之中 我们很难 大家自律 只是上班才会吃 但不是你晚上一开放了 如果又不限时间 又不限其他 大家真的会再出去 风险又高 所以这个是有点难解决 是不是教授 没错 还有你看到禁了晚市堂食之后 事实上近期那些个案 已经和食肆没什么大关系 证明真的封了一个漏洞 之前就是因为晚市 第一就没了上限人数 再加上的时间长 多了人出去慶祝又饮宴 超过一百间酒楼是有关系的 现在真的这一排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但是教授你又怎样看回 如果我当是那部分堵塞了 但数字似乎又不是大幅度回落 你说之前连续十几天过百庄 现在跌少少了 八十几 但还是跌到六十几 似乎跌的幅度又不算太快 和太大 是啊 这个都是令人有点失望的 始终病毒滲入社区 现在很多行业都有受急件 部分都是在医院进来 是别的原因 之后才发觉是新型冠状病毒 也有别的行业 例如早前的建筑行业 那些职销行业 基本上暂时你看到 晚上禁堂食真的有效 近期的个案就和食肆没什么关系 你自己预计六十几这个数字 何时会有个机会回落呢 现在连续两天都是六十几 根据高本欣教授说大他推算 希望是月尾或下个月初可以下到单位数字 希望也是 但你看走势或者你的判断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可以期望的日期 都是的 因为早前有十几日是三位数字的 近期真的下了两位 所以那些措施开始是有效 但不是完全有效 可以按到很低 但我想业界特别是饮食业 是不是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因为我们之前出事 可能我们解放得太快 就算我们去月底或下个月初 真的可能去到单位数 甚至是零 可能有一段时间 但也未必可以立即 像之前那样解放的 如果你落到单位数字 可以开始考虑 但你可能一台下了两位先 这个当然要等政府会决定 但不会去到另一段时间 我相信 但也相对安全 但我听你的口气 刚才就于不同的情况 似乎你心里面那把尺 如果要放宽的话 是要去到个位数才好想 是吗 稳阵一点 因为始终尤其是 尤其是来力不明个案 佔了一个荣耀比例 那就会有个变数 但评估到我们多久 才去到每日个位数呢 希望几个礼拜后 大家要配合 尽量不要出这么多街 尽量留在家 是 而机场放宽 又可以给内地人士 敬香港转机 那个影响应该不大 是吧 那个应该不大 因为内地很多省市 疫情都受控了很长时间 再加上它 都应该有健康码染过 然后才上机 它过港的时间 都是几个小时 对香港影响应该不大 而将来我们要小心入口个案 入口个案 是 即是你意思是一些外来 来香港 因为现在那些转机 其实它转机 都是停留在机场里面 其实就不是入社区的 没错 所以内地经香港过境 我觉得是不大问题的 即是如果将来我们疫情 受控要开关 就要防海外入境那些个案 这个我之前都很想问 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见到 广东山和澳门 其实是封到我们 那条线 你要24小时有效的阴性结果 将来我们开关的时候 对一些比较高峰的地区 是否也应该 银回24小时的这条线 教授 看一下 如果那班机已经飞了十多个小时 那你又要计算那些飞行时间 你要有一个合理时间 即可能三日内都合理 如果是比較遠的地區,不如廣東省和澳門因為跟我們相略較近 所以他們要求我們24小時,就是這樣理解 沒錯 好,這一節我們先多謝許樹昌教授跟我們再解釋不同在防疫上